不論是登記選總統 你好 還是到廟裡參拜 出席各種場合 賴清德這一顆中分頭 從沒變過 清德哥 你有燙過頭髮嗎 我沒有 你沒有燙過頭髮 我沒有燙過頭髮 我都用剪了 自爆沒燙過頭髮 這個賴氏中分 從年輕時從政時期 到擔任醫師期間 就已經出現 而且全部出自他手 這是擔任行政院長時期 回台南 一定要到這間 小胡子理髮廳 他那時候剛好要 參選國大代表 他那時候他的服務處 剛好在 剛好在我的店的隔壁 他每天 他的服務處 頭髮要整理 都會請我爸爸 幫他帶回整理 這就是清德頭的由來 一路從醫師 市長 隔壁再到副總統 幾乎每三四個月 就會回來理髮 而且造型始終如一 至今已過三十四年 他不會想去做改編的 他的髮型 基本上他就是洗一洗 然後自己就撥一下就好 那換髮型的話 可能又要再重新的去適應 重新的去整理 可能他也沒有那個時間 但賴清德萬年不變的 還有身上的黑色西裝 希望以後穿的 比較不正式的衣服 像是T恤來拍短影片 工作上的關係 記憶禮貌很尊重 很多場合都不需要穿西裝 黑色 黑色還是黑色 偶爾換個顏色也是深藍色 就連去看球賽 脫下西裝外套 但換成背心也是黑色 甚至還搭配白襯衫 頂多看最愛的棒球 會穿上棒球裝 因為他的血色 有一點紫紫粉粉的 然後因為他曬得比較黑 所以他不要穿太深太重 反而用一點紫色調 或一點綠色 或者綠色加白 加黑去襯他有專業感 形象顧問給建議 穿搭色彩搭配上 賴清德其實可以更大膽 尤其招牌黑髮 加上五官深邃 穿搭重點 要用對比色 凸顯氣色 湖水綠 因為湖水綠其實蠻少 男生可以駕馭的 然後我有看過他穿湖水綠 其實還不錯 主要是因為他黑髮 然後無關他側面 他的鼻型跟輪廓線 他們都是比較接近外國人的 除了黑和藍 賴清德其實可以駕馭 紫色 鵝蛋黃等 一般人無法駕馭的顏色 甚至在衣服面料上 也可以試試看格紋 會更讓大家看到 更年輕 更沒有距離感 更不一樣的賴清德 大家的意見很好 我會來 大家見 好